好 歡迎大家持續鎖定元氣交友站 我是站長楊萍 那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 要給大家 美美的啦 就素 美美 就素要美美 好 那不過呢 其實呢 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常常說呢 全天下喔 沒有這個醜女人 只有懶女人 真的 你不能說我們已經跟你講 有沒有 女人就是不能缺鐵 不能缺鈣 不能缺這個纖維 你還不管 你還不管她 你還是要勤差儀 對不對 對 那就看你個人了 真的是 我們講這麼多苦口婆心 不過老師今天真的很有誠意喔 幫大家來做總整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堆喔 像一般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季節 就是這個季節 盛產的那個食材 是 那這個像有金針菇 菇類金針菇杏鮑菇嘛 那紅黃甜椒 白蘿蔔 紅蘿蔔是基本的 高麗菜 這都屬於纖維質非常高的 對 那 芹菜 黑木耳 白木耳 現在這個就是一年四季都有 另外我們今天的那個文蛋有沒有 不是文蛋 那個 文到下個月 下個月 芒果已經在等了 你知道 對 你已經在等了 芒果 芒果的話其實 其實現在也很 就是現在的水果 它是屬於纖維質最豐富的 對 對 這個就是現在比較應景的食材 那我們常常會講嘛 老天這個時候給我們什麼食材 我們就去把它均衡的食用 那我們都不用特別去補什麼 補鈣啦 補鐵啦 或者甚至補什麼 纖維質 只要你去均衡它 那你的身體 絕對是均衡的健康 慢慢調整 對 慢慢調整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剛才呢 我們已經這個 有這個今天的黑木耳 對 跟白木耳 對 另外還有這個 芒果布丁 是 再來我們還有一個四季平安 對不對 四季平安 那像這些料理呢 我們已經一一呈現給大家了 接下來我們說 還要再來做一道 對 還要做一道 這個就是夏天就是 假設我們剛剛的前菜都吃了 有一點胃口開了 對 那我們可以來一點 比較下飯的 像夏天藥布就是酸 那藥布就是要有一點辣 就是比較容易配飯的 比較容易下飯的 那這個我們今天來一個 高纖美人腿 哎呦 對 美美的 全部都是要美美的 夏天的時候啊 很多那個 漂亮的美眉 如果是身材好的 哇 這絕對這個短裙啊 每天這樣子穿著 短到一個不行 就露出那個修長的美人腿 是 真的讓我們很羨慕耶 真的 要均衡啊 又要擺啊 對 其實這個 就是說 所謂的一個美 我覺得我們還是從我們的那個 身體裡面 讓我們的身體去均衡以後 散發出來的 不用說靠很 所謂的一個保養品 假設我們真的從那個身體裡面去散發 體內 美出來 對 美出來的 當然保養品的錢都可以省掉很多 真的 對 像這個我們會屬於有一點比較偏辣的 那我們就來用這個用這個姜 姜末 我們用姜末去爆炒它 對 像養品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很多食材 像辣啦 辣這個部分 都會覺得感覺它好像就是比較重口味 對 尤其有用到乾辣椒 我們今天感覺好像有點像那種公飽 對 有一點像公飽 可是你看喔 等一下你去吃 它又沒有公飽那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那麼膩 對 不會那麼膩 因為最主要就是我的那個調味品 沒有放太多 因為像公飽它就會用到很多的 所謂的一個調味料 像醬油它就會放比較多 而且其實公飽喔 我們通常這樣吃下來 公飽給你的概念就是它其實是比較油的 比較油 對 會比較油 那其實我們的調味 因為它為什麼要油喔 最主要就是要讓它漂亮 顏色要漂亮 那這個爆香了以後 我們把所有的食材放進來 我們今天白色的地方就是 我們的美人腿 美人腿就是角白筍 對 那辣就是要甜 那我們的甜喔 用的就是黑糖 用黑糖去把它的那個辣蓋住 對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一點點的水進來 讓它有一點用灰的方式 哇那個香味出來了 那個香味就出來了 三次辣嗎 我喔 我很愛喔 很愛吃啊 嗯 像這一道喔 在夏天來講喔 它就會比較 就是下飯的 那楊明你有沒有發覺喔 像我們剛剛在講 所謂下飯喔 在傳統的那個料理來講 就是它的味道會放得比較重 是 會放得比較重 像你看這麼多的乾辣椒下去 可能就要放什麼 豆瓣醬 你知道重味喔 你要讓它好吃 就是下一個味道要更重 對 對 所以你就會發 一直打下去 對一直打下去 你就會發覺說 奇怪那個味道就會越吃 越吃越重 對 越吃越重味 那其實喔 我們都不要 你看我們今天是用 喔我在這邊都聞到那個 很嗆耶 對 乾辣椒 可是真的很香 對那個嗆味 然後要讓它們變成溫柔一點 就是加一點素季精 過癮過癮過癮 老師有稍微陷阱嗎 對 有一點 辛苦了辛苦了 對 不過事實上老師我們會發現說 你今天沒有放太多什麼醬油啊 然後什麼豆瓣醬啊那些的 對 其實就是讓它能夠在辣當中 還要保有這個清爽的感覺 對沒有錯 否則我們吃一些這種東西 你就會覺得說喔 我常常要水一直灌一直灌 灌很多水 對 像楊萍我記得以前喔 我有個朋友他新加坡人 他以前我不敢吃辣 完全不敢吃辣 像這樣的辣我大概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我們就在比賽 因為以前我們去住南非住一段時間 那是很冷嘛 然後他很會吃辣 然後他就都勉強我們吃 就在菜裡面開始就放一點點 然後後來就放兩點點 後來就放三點點 後來放很多點 結果越來越適應 這個例子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的味道是會 越吃越重的 越吃越重 那如果說我們把那個味道喔 就是說把它降下來 你會發現說 其實你的味道喔 降下來 美味依然在 對 美味依然在 這樣子你看差不多好了 有沒有 很簡單 這樣子差不多 我們可以再一點點 再讓它燒一下 對 要讓它那個美人腿 稍微入味一點點 對 我們可以這樣 那你看我們剛剛純粹 我都沒有放任何的一個調味料 對 就是放黑糖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的一瓢的一個素雞芹下去 是 這一瓢它其實就是取代我們 一般在用的所謂的一個 豆瓣醬 醬油啊 那些調味料 這樣子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那我們讓它再燒一下 當然我們就跟廣告偷一點時間 OK 好不好 好 先進廣告 稍後再告訴你 怎麼樣美美的 來 持續鎖定 好 就素要美美 當然也要怎樣 有條才有理啊 一定要有理由的 我跟你講 美女喔 常常我們說怎麼去講這個美女 真的 美女是要靠維護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不要想說我仗著我天生地質 然後很多年輕的孩子們 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都覺得是年輕的孩子 對 他就會忽略了自己要重視這一塊 對 真的是很可惜 你像楊炳你知道 有人說 欸 你幾歲啊 我說 我今年四十幾 他說 欸 那你的骨 就是你的身體的年齡是幾歲 對 不一定是我們現在的年齡 真的 有的人可能已經七十幾了 有的人可能有在重視的 他可能現在才二十幾歲 是啊 所以我在想說 永遠的十八歲是有可能的 沒錯 就看你 不要我跟你講 現在人不能看那個身分證上面的年齡 真的 真的 大家要拼的是什麼 拼我身體的年齡 對 身體就是我們體內的年齡 對 像這個高千美人腿 好香喔 好了 這個好了 我們把它做一個盛盤的動作 好 來 像我們在飲食的部分 我們就是盡量去注重到所謂的一個均衡 那各種的一個營養素都要去吃 是 不要去挑食 比如說 我不喜歡 比方講 我們不喜歡吃紅蘿蔔 可是紅蘿蔔裡面 它有豐富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紅蘿蔔素 那我們最起碼可以用什麼 比如說用南瓜去取代 對 就是說我們的一個營養素 要去均衡 嗯 不要說 我不喜歡吃這個 那我就什麼都不吃 就不吃 這樣是不均衡的 老師你這段話好像在講我耶 真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 因為這一道很奇怪喔 我怎麼挑 我就會挑美人腿吃 然後那個青椒啊 黃椒啊 那個味道 真的是一模 真的 我就不會去吃它 真的 對 那我們藉著就是說 這樣子食材一個融合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 你不吃它 就是 整盤都是那個所謂的紅甜椒 你不吃 沒關係 那我最起碼我吃三個美人腿 對 然後吃什麼 吃一個紅椒 吃一個黃椒 我都會用這種夾帶的方式 用這種比例 對 然後我們當然 因為老師今天有透過這樣的一個 調理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就來驗證看看 紅黃椒有沒有變得我比較愛了 對 對 你可以做這樣試試看 因為陽平敢吃辣 這個你可以品嘗看看 好 我先吃 我還是先挑我比較愛的 我先吃美人腿 因為你是美人嘛 所以每一下 味道有入味了 有辣 真的很辣 這個 真的是夠味 你如果是愛吃辣的朋友 你就一定要這樣 這個口感絕對包你滿意 真的很辣耶 很辣齁 對 這個就適合配飯 但是相對的很過癮啊 當然如果說我們不敢吃辣 這個乾辣椒就不要放那麼多 對 不要放那麼多 不要放那麼多 好 我們來吃這個黃椒 給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要吃喔 勇敢一下嗎 呵呵 我真的不是很愛吃它 可是來看看老師今天加了黑糖 跟那個 素雞精 還有我們今天這樣子來拌炒的概念 對 嗯 它可能生味比較不會那麼重 嗯 刺味才不會那麼濃 欸 甜甜的耶 對 比較能夠接受 甜甜的 對 欸 好吃耶 對 沒有那麼恐懼感的 對 比較沒有那麼恐懼感 吃紅椒 對 吃紅椒 嗯 這很多不敢吃的食材喔 我們可以藉著這樣的一個 融合的一個過程喔 對 然後去把那個食材本身的 那個缺點就是菜味 去把它壓過去 我知道為什麼壓得過去 因為你放了黑糖 是 還放了素雞精 對 所以它的菜味喔 就是有被這兩個那個味道 去把它包覆住 對 那最重要你看這一道食材喔 我們沒有像傳統 放很多很多的調味料 對 所以即使它是重口味的菜 但是喔 我們的那個重口味 沒有來自我們太多的那個 調味的 對 這個是我們就是在 那個烹飪喔 可以稍微做調整 做改變的 好 我們來吃吃看 不是吃吃看 來看看這個 看看怎麼做 對 這個裡面有哪些那個 食材 好 複習一下 我們的高尖美人腿的材料 有角白筍 然後有紅甜椒 黃甜椒 還有乾辣椒 然後薑末 白芝麻就可放可不放 然後素雞精水跟黑糖 對 對 那白芝麻是怎麼樣 灑上去嗎 灑上去喔 讓它覺得 做一個點綴的部分 對 那有的人喔 不喜歡吃這個部分喔 那我們就不去加糖 就不放也沒有關係 對 也不去加糖 不過這一道真的很過癮喔 對 最主要這個是今天 讓我們了解到說 即使它是重口味 對 一樣我們可以保有重口味 可是你看 我們不需要放太多的一個 額外的一個調味品 它一樣也是口味很重 這個美人腿本身的那個香味 你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料理方式 吃得更明顯 對 好 我們最後要再來 老師要幫我們調一杯 對 這個喔 就是說 像夏天喔 如果說我們要來當一個飲品 像我們剛剛調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黑糖露 黑糖露 我們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 不同的方式 就是把它做稀釋 嗯 剛剛 這樣子喔 假設我們是在冷氣房 經常的那個出入 一下是冷氣房 一下是外面 這一杯就一定要多喝 對 像我們剛剛的 就是黑糖我們好像都一直拿來做調味 對對對 等等部分 其實它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是 你直接把它泡水 你沒有時間去打什麼 黑木耳白木耳啊 你都完全你今天都沒有時間 沒有關係 喝開水總要喝吧 你就是 開水然後一瓢的黑糖下去調 這一杯一樣 也有豐富的一個鐵質 鈣質 對 包括它的一個微量元素 都很豐富 好 所以老師今天呢 告訴我們所有的美女們 姐妹們 真的 絕對不可以缺鐵 缺鈣 缺我們的纖維 怎麼樣透過一些食材的一種方式 來調理自己 讓大家 真正美美的 好不好 掌握一下 這杯好喝喔 真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